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它并没有多么厉害 只是有超强的存储能力而已 但是它存储的东西就危险了液化天然气 天然气属于一燃一爆集体 液化天然气密度很高 危险系数极度高 因此运输它就是很大的难题 而能运输这种危险液体的船建造起来就是相当大的考验 液化天然气的存储温度在零下160度 稍有差池 即使只是一颗针孔都会引发爆炸 而爆炸的威力相当于60颗原子弹同时爆炸 想当年就两颗原子弹就能将日本炸翻不了身 如果是60颗同时爆炸 地球都会毁翻边吧 危险程度可见一番 所以LNG运输船天然气专用运输船的建造要求 甚至比航母还高 天然气属于清洁能源 随着中国的天然气使用越来越普遍 对于运输船的建造就迫在眉睫了 但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技术封锁 我国LNG船建造技术也耗费了极长的时间 终于在2010年建造完成 突破了封锁 不仅如此 中国还将这技术更加精细化 安全化 行驶在茫茫大海上 行目的LEG标志让所有船只 包括军舰航母都为其让路 也许是中国一向喜欢搞罪子 所以在掌握了建造技术之后 中国现在已经能建造世界最大的LNG船了 让嘲笑我国的其他国家闭上了嘴 展现着中国的实力 中国满足自己使用之后 就将这种船销售出国 不泄露秘密也能换取财富 一步一步地追着世界前进的脚步